今天有三位 陳主席、攝政王、小蕊子 第一張自己的身位放得這麼低 通常這些是按年紀比例 年紀越老資格的就喜歡放到自己最低 為什麼呢? 因為想年輕一點 還有要堅持一點 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會知道自己的位置 已經定了 通常攝政王寫得最快 以我看了這麼多美劇、西劇、中劇 其實有些人在後面垂簾聽證 沒錯 然後你永遠都在說 感當度、特勢 押得這些主席純粹站出來被人受罷 我們是問責官員 我被你罵到一面皮之後 我回去又品告上面那個 問責官員是沒事的 沒事很安全 你怎樣責任都是兩萬元就搞定 對 不,都是每個老公而已 沒錯 他又沒事 你沒事又不上身 對,罰二萬元 不錯 你說你不對 你是不對,不過兩萬元就搞定 搞定 不是你不對,是你老公 你老公也沒有不對 對,其實就是給二萬元的錢就搞定了 就搞定了 沒錯,沒問題 搞這麼大件事 到最後又不是這樣解決 沒有 完全是猜不到 媽媽看了新聞之後 他完全不理 但他只要聽到僭建 然後二萬元,然後他說 二萬元不便宜 兒子又來僭一下 對 比他的建築費用更便宜 你也弄過 你也弄過 好嗎 你弄過你如此 我家裡很小 你還在閃哪裏 所以你就是要僭建 因為你家很小 起碼僭建一千呎 嘩 嘩 嘩 看他捉不捉你 可能不捉你,只是捉你媽媽 然後我媽媽 然後就捉我爸爸 對,還捉我爸爸 我媽媽媽,我媽媽 那不就沒事了 真的好有趣 你剛才是這樣的 很可愛 我覺得在現在的世代 你覺得是安全了還是危險了 最安全的地方是最危險的地方 是嗎 這次最好的時代 也次最華的時代 沒有安全了 也沒有差了 因為人本身就是這麼壞 不是 而是看你 就是你把放大鏡放在哪個位置 如果你把一些不好的 或者恐怖的東西 你將它放大了 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世界簡直就是不好 那地方是安樂 但你總會在一些小事裡 你會看到人性的光輝 這是不是很適合老師復說的說話 對 講完就好像沒有說 講完等完沒有說 很中容之道 很適合你 我就覺得社會是混亂了 這個世界是混亂了 為什麼呢 三不時久不埋 就有什麼恐襲 太多了 多到你完全忘記了哪一宗打哪一宗 還有多了一些所謂的不憤社會 很多憤怒的人 我不知道這些很多對社會有很多怨氣 很多憤怒的人 其實是否一向都有 還是現在特別多 還是因為我們現在有了這些所謂的 智能社交平台 你看多了這些片 你覺得好像比以前嚴重了 還是其實以前一向都有呢 只不過以前沒有這些所謂的拍攝 放上平台 你看不到而已 我會覺得是多了很多爭拗 對 這份社會的青年有什麼話想說 你覺得怎樣 對社會有什麼不憤 有什麼不憤 又是上不了車 買不到樓 結不了婚 動不了房 我覺得上不了車 上不了車 上不了新娘子 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就是一定要上網 什麼都不要緊 最重要上網 什麼都可以上不了 網就不能上 網不能上不了 我說過這個安全 其實是你的網絡安全 哦 網絡當然不安全 經常被人侵入 你有沒有被人避免過你的帳戶 沒有 那就是安全 因為我們很安全 其實我們一定是安全 因為很多事我也不懂得用 我也不懂得用 我有多難 對 我的危險性就降低了 對 你的風險支出是最低的 因為你不用它 說真的 到今天有某些事情 其實我跟村長差不多 要拿太多關於你自己的私人資料 我不會去的 你不給的 有很多可能 早前看那條片 我沒有看過 因為他要我 要你登入做會員 登入做會員 我不想成為別人大數據的其中一員 那我又沒有了 但你其實不能避免 你Facebook 不是的 我有朋友 登入了那些網 我就在朋友那裡叫他 給我 我一樣看到的 不過麻煩一點 又或者 我到今時今日沒有PayPal 因為我會覺得很危險 因為我試過有一個朋友 他 那時候是我們新聞台的台長 他竟然有一天很麻煩 不斷地跟那些人的電話來往 是因為被人 進入他的帳戶 無端端用了20萬 嘩 這麼狼死 一筆過 一筆過 過了20萬 但現在其實有很多監察的機制 就是如果你多了某一個帳戶 那些銀行會發一個電話 去你的電話 你要按那個電話 去確定是否有做過這個簽帳 之後才可以簽帳到 但可能應該是未有這樣的機制之前 他就出現了這件事 當然 因為我也有跟他說 你可以設定自己的限制 如果你不要設定那麼大便行 他說沒辦法 因為有很多時候 他的女兒在外國 所以他有時候要匯錢給他 要幫他交學費 起碼六位數字 對 如果他設定太低便會很麻煩 所以他就說這已經是他的限制 但他一次過過了20萬 是不是很害怕 我聽到他說兩萬 我還能承受得起 但是20萬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回來 對 我真的崩潰 崩潰 原來會這樣 我還說你經常用電腦 是這麼聰明的人 你們都會這樣被人吃 所以我就說不要了 我就問他那些是什麼 其實那些什麼PayPal 自動轉帳 那些東西 我不敢 那看到那數字轉到哪 20萬 其實可以查他可以報警 對 他就是要報警 所以那段時間他很煩 因為他又要錄口供 他又要去貼助調查 他又要去檢查銀行 為什麼你會這樣 什麼時候有這樣的帳目 怎麼證明你自己不是自己過 很煩 我看到他這樣 明白 我寧願給他20萬 算了 發沸氣 有這麼多東西 然後我就說好 20萬 不是我開玩笑 我心想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不會 就是我不用PayPal 不用PayPal 有時候可能是大額地去網上購物 我就會用我男朋友的那一張 用男朋友的PayPal 騙都是他被人騙 有事 男朋友有事 對 他煩不像自己煩 他有事比我有事 沒錯 我給他錢 但就用他那張有限額的信用卡 我就不想去Disklose我自己的信用卡 去買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我的做法 而且也不想告訴別人 你們要用信用卡買這些東西 對 所以其實我可以被人騙的 機數其實也很低 要騙你才騙你男朋友 對 所以他要欺負我的東西 也很低 因為有很多東西我都不用 我不敢用 反而好像你說你的舊同事 因為他電腦很厲害 很多東西他都會用 所以他中招的機會也會提高 沒錯 我也會提高 你呢 你會不會有這些東西 我也是很少 但你會網購的 網購 不過網購 我都覺得你很大膽 網購也是買些很便宜的東西 所以不用怕 我跟Yu有點相似 網購我也是拿別人的帳戶去網購 我通常都是這樣的 你用誰的帳戶 我用我的女朋友的帳戶 通常都是這樣的 因為彼此已經很順賴 總之我按進去網購 我選了一堆東西 在購物欄 我便會告訴你 我選了一堆東西 在購物欄 你給我付錢 多少我還給你 所以是用他的帳戶 用都是用他的帳戶 你們倆真的很賤 我們是賤人兩姐妹 你完全是把危險程度 這個危險是你搞出來的 還是把危險的承受風險 交到別人來 我們是直接把他外判了 外判了 承受得起的人 他們承受得起的人 即是他們又是擔保人 擔保人 我初頭沒有想到這麼複雜 初頭哪有這麼多東西 又吃進來 又拿你錢 初頭我哪有想到這麼複雜 初頭我是覺得麻煩 你叫我在帳戶 自己又開帳戶 自己又要登記資料 又要入資料 最後過數又要按什麼制 我覺得這些是麻煩 所以我才不想做 我便交了我的朋友給他做 是這樣的意思 一定有很多藉口 我不是因為怕他出事 我把他出事給了他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我真的很邪惡 我試過有時候想想 不如我獨立一點 我自己把帳戶 永遠都是 填完所有東西 一傳總會有些紅字 你忘記了 這行是必填的 沒錯 當我再填之後 他又彈應了這行是必填的 去到必填的位置 我便說我不想填 你便卡住了 一定是這個位置 我便走了 我便跟我的男朋友說 不如你搞吧 我不是不想搞 我又不是不想買 但我不知道為何很邪 我每一次都入不了會員 真是一個很好的藉口 但我覺得 有一件事都是避免不了的 因為你們都會用Facebook 一定是社交媒體會用到 而用到社交媒體 你一定要開戶口 開戶口一定要做密碼 最討厭 我經常都不記得 永遠都是忘記密碼 永遠都是忘記密碼 你是不是 我知道 我有寫下 我一寫下也會忘記密碼 沒錯我也是 所以我讀到什麼時候 永遠都是 一去到文碼是甚麼 忘記密碼 我會有很多個帳戶 你會有電郵 有真身有假身 當然一定有 我沒有那麼多假身 也是他 黃大仙張家輝 黃大仙張家輝也是你 黃大仙廟 黃大仙張學友也是你 黃大仙張學友也是你 每次的密碼 我想想的時候 都會想到 我同一個 我會有一個 自己組合密碼的圖案 我會記得 專門是用不同的帳戶 黃大仙張家輝是怎樣 現在的帳戶是複雜的 通常有人說 不要用出生年與日 不要用身份證號碼 不要用什麼號碼 通常我很喜歡用這些號碼 因為這些沒有死 我一定會記得 現在的組合 中間要包含英文字母 數字 大世界 最少九個字 這麼多 只是入帳戶 半個小時都沒有入到 入到都說有人用了 對 或者危險性太低 我又是去到這一部分 我就不想做 我也是這樣說 我只是想爆發 我只是為了買少許東西 不用這樣 如果做個Facebook 不用這樣 就忘記密碼就算了 你要我包含了這麼多個組合 才可以組成一個 你認為合適的密碼 我一定不會記得這個組合 我有想過的 密碼就寫忘記密碼 忘記密碼 忘記密碼 你要有英文字 你有數目字 有數目字 有數目字 Forget就是4 4 Forget GET Password就是P 就是大街 這樣組合 再不行就加2019 最終是這樣的 我怕我忘記了 2018-2019 也忘記了 最慘的是 你撞超過5次或10次的時候 他鎖了你 鎖了你 遲些兩個星期後才開 然後又不知道我用什麼便利店 那些什麼終焦機 也不知道再重新設定我這個密碼 我欠了你嗎 神經病 最有趣的是有些帳號 你可以設定第一個密碼 如果你忘記了這個密碼 你可以輸入第二個密碼 既然我忘記了第一個密碼 我又怎會記得第二個密碼 是什麼呢 說得好 這個機制的人是不是沒有路 然後又回答一些問題 你最喜歡的狗是什麼 你最喜歡的球員是什麼 但我心想 當我的密碼完全跟這些是沒有關係的時候 難道我回答你 我最喜歡的狗是柴犬 我會覺得 對 因為我喜歡柴犬 所以我知道我的密碼是什麼 沒有可能 不是 他問你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你完全放棄要輸入密碼的時候 你回答這個問題 他會幫你重新設定 你沒有用過嗎 我有用過 銀行的APP是這樣的 我永遠都忘記了 然後他就會問 不要緊 我會問你那兩條問題 就是問你 你最好的朋友是誰 你可以設定的 可以選擇 你最喜歡的歌曲是什麼 又或者就是 你會不會突然忘記了 你的老祖母是誰 你會不會忘記吧 你媽媽是誰 老祖母 你的老祖母是誰 你說的第一個老祖母 你可以選擇的 你的老祖父是誰 老祖父是誰 這些問題可以讓你自己選擇 可以讓你自己選擇 兩條 如果你答對 他就會再去版面 你再重新你的密碼 你就可以進去 如果下次又忘記 你每一次進去都要重新 每一次進去就重新 就回答那兩條問題 熟能生考 你就會明白 你會記得了 你永遠都會記得老祖母 你最喜歡的狗 你最喜歡的狗 對於入這個密碼 我想應該是全球會上網的人 只是一個惡夢 因為你不和戶口號碼 6個就很容易記得 因為你有很多不同的帳戶 要求你最好全部都不會有關 我有什麼可能 怎麼沒有關 我這麼多的帳戶 會否記成10-20個號碼 我至少有10幾個 Facebook也有10幾個 我認識女生的APP也有5-6個 我試過去那些餐廳吃飯,都要你入會員制 你餐廳吃飯,入會員制是儲分的 那你今餐儲分,就可以下餐用 我試過換了電話,通常換了電話 那些帳戶要重新再入貨,那些帳戶要重新 換了電話,糟了,我跟比較熟悉的部長 我真的忘記了,沒辦法了 你唯有重新再開一個新帳戶 那之前那些就沒有了,那些就沒有了 那些就浪費了 有些浪費了,有些就用了,剩下的就浪費了 然後你重新再設置一個帳戶 通常我入這些無無畏的餐廳,我設置一個帳戶 我用我的真名字,請問 那你會用什麼?1234 我又用一些Apple、Orange 或者用了你做一些角色的名字 對,today,今天today today我做過Apple這個角色 那我就用Apple 假設性,我又換電話又沒有了這個 我誰記得嗎? 是today還是apple today還是apple,orange嗎? 是很煩的 怎會記到那麼多個呢? 而且很多時候你會因應學理,或者你會因應 這是什麼性質的東西? 你需不需要用到你真身身份的資料去給他 沒錯沒錯 就等於你認識的朋友一樣 跟你有多熟,然後跟你說真話 說多少事 對呀 一樣啊 剛剛啊 你有沒有覺得有些很無聊的嗎? 例如那些時裝店 很輕微說你買夠多少,就可以參加這個會員 然後一到做會員又是要你填表的 是的 我們那個年代填表就是真的給你一張form 竟然敢問你每月的收入是多少 我心想 我來這裡買衣服 你要知道我每個月的收入? 他才可以知道的 就是以後要配搭介紹什麼東西給你 以後要配搭什麼價錢的衣服給你 傻妹 是數據來的 但是那間,我只能夠那間服 我說那間服裝店 是一些平民百姓的連鎖店的服裝店 平民百姓也有99.9 也有699.9 OK 如果你說的就是5萬元或以上 他會永遠發送的就是699或以上 你需要知道那些服裝店不是獨立個體 是連鎖的 連鎖的 有很多品牌 有叫做junior的,有一個senior的 又是貴的 這樣就可能發送貴的catelope給你 你突然之間就收到這些東西 對呀 是否你真的在茅塞燉開了 哎呀,開了 聽聽的聲音 明白吧 但當時我也沒有填 你說得很荒謬 我買一件衣服 你要知道我每個月的收入 我都太離土了 你要問我陳彥涵每個月收入多少錢 我批 是嗎 然後我這欄也要填 然後我朋友說傻的,不用填嗎 你不需要填嗎 其實是亂填就行了 我填的 難道你每次去旅行 我亂填 每次都能入境那張紙 帶多少錢在身上 是啊 我都是亂填的 沒有可能你寫真話 應該不要亂說的 不是亂填的 不是亂填 不是亂填 我們記錯了 記錯了 Angela來個 1、2、3 當然要知道你收入多少錢 所以CNNK是CNNK給你 沒錯 三萬二 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也不用這麼誠實 就看看你究竟那件事 就是 它有多嚴謹對於你自己來說 是呀 有多重要的 如果它說是銀行的app 你說要在那裏的過數 我當然要嚴謹一點 如果其他的帳號 我真的很多時候設置 1、2、3、4、5、0、0、0 就算了 沒錯 規則記 你說我餐廳的會員的帳號 我就隨便填上去 你就算入侵了又怎樣 你就是侵了 你就是用我的積分 去那家餐廳吃飯 最多買 我不是很大損失 我跟王姐一樣 Touchwood有什麼問題 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 分析全球租到盜取的帳號之後 因為被人偷帳號 Touchwood三個都沒有試過 Touchwood 被人偷帳號 我被人用過我的信用卡 因為你不見了信用卡 沒有不見 我只是在… 那不如是這樣的 你休息一會兒回來說說 你好嗎 會不會 你因為這些 就算 你是的 可能